预言是对未来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报或者是断言 从本质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通过已知的科学规律和过往经验对未来做出的判断 我在末日预言那期视频中也讲到过 并且还亲自为大家进行了预言 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一种预言则与科学规律无关 而是指一些人通过非凡的能力出于灵感获得的预报 对还有第三种 就像某林大师那样纯属尼玛大骗 这种我个人给他总结定义为 是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所制造的一种假象 以达到谋取某种利益的行为 是披着预言外衣的诈骗行为艺术 不能算是预言 今天我们聊这个人被誉为美国近代最伟大的预言家 他就属于第二种 1944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1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珍妮迪克逊来到了白宫 想让他预测一下二战结束后的局势 顺便罗斯福想让他预言一下自己的病情 看看还能支撑多久 珍妮在看了一眼罗斯福的首长以后 委婉地告诉罗斯福 六个月 说完以后房间内空隙马上凝固 一片寂静 当着总统面这么直接讲 确实是需要勇气 同时也就很尴尬 但是珍妮就是这样一种性格 那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罗斯福又慢慢吞吞地问他说 那你说我还有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我现在的工作呢 那珍妮虽然不情愿 但是温和的更正说 不是以年来计算的总统前 实际上是不超过六个月 不用说再次强调使得场面更加的尴尬 不过罗斯福作为总统情商还是很高的 就顺势避开了这个话题 他就问珍妮 美国可不可能和苏联结成盟友 珍妮摇摇头说 他看到的影像恰恰相反 说美国与苏联再次结盟的时候 是在很久以后了 目的是联合起来制约强大的中国 那罗斯福理所当然的感到非常的吃惊 因为他当时觉得和中国之间不会有任何问题 而且中国在当时的实力对于美国来讲不足为患 这时珍妮聚敬惠人的看着水晶球中正在形成的画面 接着说 说我看见中国的政权将会由共产党来领导 而现在的政权将会去往一片树叶形状的小岛上 其实就是指当时的国民党退去台湾 而后果然如珍妮所说 美苏不但没有结盟 1946年3月5日 英国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铁幕演说 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上台 冷战正式开始 1955年花沙条约组织成立 标志着两极格局已经形成 那不仅如此 罗斯福最终在1945年的4月12日与世长辞 那距离珍妮进入白宫为其预测 刚好五个多月 珍妮狄克逊出生于美国的威斯康星种 小的时候珍妮总是会说一些让父母摸不着头脑的话 比如有一天她和爸妈妈说 我想玩一下那个镶着黑边的信 当时她的父母平特夫妇非常的疑惑 说咱家没有这样的一封信 但是十天后珍妮的爷爷去世了 一封从德国寄来的黑边信带来了这个噩耗 就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于是父母就觉得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就会比较担心 这种情况上医院一定是不明智的选择 医生会觉得全家都有神经病 于是他们带着珍妮找到了一位 善于占卜和预言的吉普赛女郎 这个吉普赛女郎看到珍妮的手掌时 突然长呼了一口气说 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掌纹路 然后指着珍妮的左手对她的母亲说 这是一颗很大的卫星 从这颗星向外伸出的双头纹路 说明了她具有预知未来的天赋 那么女郎随后还给珍妮了一个水晶球 但是当珍妮拿着水晶球以后 并没有感到欢喜 而是尖叫着把球扔开 因为她说在球里看到这个吉普赛女郎 把手伸向了一口奇怪的烧锅 而没过多久 这个吉普赛女郎在做饭的时候 不慎将一锅开水打翻 两只手严重烫伤 珍妮一共有五个兄弟姐妹 小的时候有一天在玩耍的时候 突然就对哥哥恶妮说 说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全美知名的运动员 那当时她的凶场厄尼平克特 是有自己的梦想 她的梦想是立志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 而对于小屁孩的古怪预言 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然而十年过去以后 她却成为了全美知名的橄榄球运动员 而这个厄尼平克特的大名 也被刻进了位于纽约的历史名人纪念堂 珍妮声名大造以后 就成了白宫和政界领袖的座商客 虽然身为一名女性 对政治和世界局势完全不懂 当然她就可以通过某种力量 预言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局势性的问题 几次的总统大选也都准确的预测成功 当然有人会说 总统选举大体上都已经能看出端倪了 谁能获胜 这种猜中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那最经典的就是1948年1月 珍妮预言了哈里杜鲁门将再次当选为总统 而在当时可以说连杜鲁门自己 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够连任 因为她所领导的民主党已经严重的分裂了 在南方的造反分子们为了对抗总统 保护民权已经脱离了民主党 并且成立了新的政党叫做周全党 那不仅如此 还有一个分裂出去的党叫进步党 那这对民主党的大选的冲击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所以当珍妮预测老杜连任的时候 大家认为珍妮已经凉凉了 不灵了 皇上的一些上流的太太们 甚至已经开始将珍妮 从自己的朋友圈里拉黑了 更有甚者还要求珍妮改变这个预言 结果很显然 本就声名大道的珍妮再度封神 1945年珍妮应邀出席了一场白宫的宴会 这次宴会是为了欢迎来访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举行 当时他同丘吉尔握手的时候突然获得了一种灵感 就说道 他说首相您最好不要过早的进行选举 否则您一定会落选 那丘吉尔当时是威名赫赫的二战领袖 英国政界的元老级人物 瞪着眼前这位年轻而不懂礼貌的女子 嗤之以鼻的说 英国绝对不会让老子下台的 但珍妮温和的接着说 他说暂时落选不要紧 过几年英国的大权还会再度的落在您的手里 那当时丘吉尔认为 珍妮只是在为自己的说错话在进行弥补 然而在1945年6月英国大选的时候 丘吉尔果然落选 一直到6年之后 丘吉尔才东山再起 重新的出任了英国首相 珍妮从来没离开过美国大陆 但是他对世界局势的预感 却不仅限于在美国境内 他曾经对印度驻皇上顿代表团的 莱蒂巴基帕先生预言说 他说印度将在两年之内 也就是1947年的2月20日会产生分裂 那这位官员将会脱离印度 加入到另一边 而以后他的事业会平步青云 那这位印度官员当然不爱听 而且非常的不相信 并且义正言辞的说 我将在统一的印度度过我的一生 到了1947年2月20日上午 这位官员还不忘给珍妮打了个电话 意思是嘲笑他你预言失灵了 那么珍妮却信心十足的说 今天还没过去呢 当时的印度还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 是英属印度 那么1947年2月20日 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发表 对印度的政策声明 宣布最晚要在1948年6月以前 把政权转让到负责的印度人手里 那么第二天清晨 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印度分裂的消息 1947年8月 巴基斯坦从印度分裂并且独立 一直到今天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印巴分治 1963年10月初 珍妮来到了好友凯哈利家 开门见山的说 他说听说总统刚刚做出决定 要去南方的某地 他说我知道你跟肯尼迪总统一家 非常的亲密 那么希望请你传个话 让总统放弃这次旅行 那这个凯哈利和肯尼迪关于 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么凯就感到十分的懵圈 同时也不以为然 因为他心里想 如果把这种神乎其神的警告带回去 那白宫里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疯了 没准我还会丢了工作 但是呢 珍妮却十分坚持 他才敷衍地答应了 说尽力而为吧 那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直到11月22日的中午 凯接到了一个电话 里边沉重的声音对他说 总统遭到枪击 那肯尼迪总统的弟弟 罗伯特肯尼迪的死亡 珍妮在事前也曾经预言过 虽然珍妮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周围的亲友们做出了许多的努力来阻止这个预言的兑现 当然都以罗伯特肯尼迪自己的置若网文而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其实这并不能怪肯尼迪的置若网文 看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预言是准确的 那么预言的发生呢 则是必然 如果预言被人为的介入而导致失效呢 那预言就失去了准确 那预言也就不成立了 理论上和穿越的祖父辈论呢 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是无法改变的 换句话说呢 珍妮本身其实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虽然能够预言到事情的发生 却也是注定的无法去改变 珍妮的有位朋友叫做李斯曼 他是一名医生 那李斯曼医生的朋友有两个小女儿被人杀害了 一年半以后啊 这个杀手仍然逍遥法外 尽管他高家聘请了所谓的荷兰神探来破案 但是结果呢 却将一个收垃圾的送进了监狱 那么李斯曼医生啊 就找到了珍妮向他请教 珍妮非常笃定的说 警察抓的人不对 他说凶犯是一个音乐家 高高的个子 而且长着非常浓密的黑头发 十天以后 一个爵士音乐家落网 他的日记里呢 记载了行凶的经过 他的模样 同珍妮讲述的完全吻合 此外 珍妮还挑战过大预言家诺查达玛斯的末日预言 诺查达玛斯是法国籍犹太的预言家 精通西伯来文和希腊文 著有以四行体诗写成的预言集 百师级 并且曾经预言呢 1999年是人类的世界末日 但是珍妮认为啊 人类无需对预言感到恐怖 1999年人类并不会灭亡 除此之外 美国的黑人领袖 马丁路德金之死 印度国父甘地的去世 也被珍妮成功的预言到了 他甚至预言到了中国的文革 唐山大地震等等 有很多人认为啊 这个珍妮就是一个骗子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首先啊 珍妮的一生中的预言有很多 很大一部分呢 是关于政治方面的 甚至是关于总统的生死 和世界上很多名人的生死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他并不是主观上想要去预测 某总统怎样怎样 什么时候会死 而是某种力量 让他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呢 有所感知 同时呢 很显然这种预言 是绝对费力不讨好的 一旦失准 那么就等于诅咒人家死亡一样 那一定会被人们极度的反感 所以啊 即使要诈骗 也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这就不如啊 我又要提到某林大使 人家专挑有钱的明星 企业家等下手 那文中文很简单粗暴 够直接 那才是一个诈骗神棍的 正确打开方式 而珍妮呢 如果是被包装行骗的话 那则需要大量的世界名人 美国总统 甚至各国政要 在几十年内同时为他站台 那这个硬件太过强大了 意义何在呢 难道仅仅像某些网友说的 只是为了制造一个中国威胁论吗 就如此的大非周章 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可能性几乎是零 所以我认为珍妮狄克逊 有很大可能 的确是有预知通灵的能力的 而正因为很大部分的预言 都是不好的结果和现象 因此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珍妮选择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也就是说在珍妮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 她几乎没有做过什么预言 就像平常的美国老太太一样 抱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 那其实她并不是没有预言的能力了 因为那并不是她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 只是不再向外界宣布了而已 1997年1月25日 珍妮狄克逊因心血管疾病 在华盛顿西布利纪念医院 离开了人世 享年93岁 结束了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那临终前啊 珍妮留下了一句一言说 美国将会衰败 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而且她还预言有一位东方的紫围圣人 会于1962年出生 我呢就好信简单看了一下 1962年出生的名人 有张稿哲 关里杰 欣小琪 杜德伟 马景涛 火峰 蔡康永 吴若浦 黄家居 杨子雄 周星驰 范伟 史玉柱 李永波 关之林 王杰 莫绍聪 吴刚 以及我喜欢的吴宗献宪格 还有和我同一天生日的梁朝伟 当然还有一个最最重量级的 最最重量级 我们敬爱的彭妈妈 那么大家觉得会是哪一位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